在2014年6月1日所播放的 《2012榮耀盼望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享到 因为地球康大的缘故 非洲板块会出现 顺时针方向的扭动 非洲板块是地球大陆的板块之一 是一个较大的板块 包含整个非洲大陆 非洲板块的西界 是一个离散边界 形成中大西洋海岭的中段和南段 它的北部与北美洲板块相接 南部与南美洲板块相接 而它的东北界与阿拉伯板块相接 东南界与印度与澳大利亚板块相接 在北部与南部双铃的板块 则分别是欧亚板块与南极洲板块 除了与欧亚板块之间的北界之外 其余边界都是离散边界 又说牧师早前已经分享 地球因为Planet X迫近的缘故 引致核心能量增加 地心不断产生新的物质和性温 导致地球的体积扩大 今年2014年2月8日 国际时间下午7时50分 南极洲附近的C4射海 发生了一场六级地震 虽然这次地震并非大地震 只算是中型地震 但竟然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个半小时之内 全世界几乎所有地震监察站都记录到震动 事件极不尋常 这个意味着 这次C4射海六级地震之后的一个半小时之内 整个地球都发生震动 似乎所有地壳板块都移动了 产生全球性战斗 所以当地球继续扩大 其中一个征兆 就是非洲板块会因为扩大的压力 向右顺时针转动 导致非洲板块向东转向80公里 向南转动201公里 并向西转动56公里